车到最内侧 到了这个主驾驶的位置 当时车子放灯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车辆的话 平常在车辆旁边 有时候因为他身上穿的颜色比较深 所以有的人可能看不见 然后靠近看见的时候 可能会来不及刹车 这样的情况会有点影响 很快附近的执行民警 赶到现场将老人带离 目前这老人家 现在通过视频寻找 我们也发现了 在这个道路的中央 现在车辆起步了 民警跑步赶过去 就是因为现在状况比较危险 所以民警是小跑着赶过去的 然后立即是将老人带离现场 因为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好像是河南人 然后听不满懂这边的话 然后之后我们将他送到了救助站 由于不清楚老人的身份 民警将他送到了救助站 民警表示 马路上的乞讨族以及发卡族等 在车流中穿行十分危险 如果驾驶员遇到这类人员 可以及时